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A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Pokemon GO的最新资讯 官方就公布了一个新道具 就是散步小芬香 今天会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是散步小芬香 如何去获得和如何去使用它 首先什么是散步小芬香 大家可以当是一个 每日的免费芬香 这样去想的 这个散步小芬香的效果 只会维持15分钟 是有机会遇到不常在野外 出现的Pokemon 一日只可以获得一个 那就不用疲弊 不用去达成任何任务 同时都是只能够 持有一个散步小芬香 没有办法和其他芬香 包括神秘盒子同时使用 同一个时间只可以使用一种 还有它是不佔到它背包的空间 是另外计算的 如果精灵球加超级球加高级球的总数量 是小过30 当你启用散步小芬香 那时候就会收到30个精灵球 保保你开了散步小芬香之后 不会没有波竹精灵 那如何去获得散步小芬香呢 那你现在开始进入游戏 就可以有一个特殊调查 一个散步小芬香的part1特殊调查 就可以领取到散步小芬香 这是一个特殊调查奖例 那之后呢 你可以开始使用散步小芬香 那还有一个part2的特殊调查 就是这样 其实不难的 这个特殊调查只是烦的 那是要6日使用散步小芬香 才可以完成这个特殊调查 它就会教你如何去使用散步小芬香 还会给予XP作为奖例 那让大家参考一下 那散步小芬香使用之后呢 就会在道具背包移除 直到第二天才会回复的 那即是你今天用完 你今天就不可以再用这个散步小芬香 第二天它就会自动在背包出现 那如何去使用散步小芬香呢 那啟用芬香呢 你可以在道具背包那里 找散步小芬香出来 然后启用它 好像平时芬香那样 或者是点击游戏内地图的 右上角图示 就可以启用这个散步小芬香 当你启用了散步小芬香之后呢 藍色的墓围住你的人物呢 还有只要你正在移动 才可以吸引到野生寶可门的 不移动呢 是不会出现任何野生的寶可门 是被吸引到的 你只会出到平时人都可以遇到的野生寶可门 不是散步小芬香所吸引的寶可门 那如果是散步小芬香所吸引的寶可门呢 那它都会有藍墓围住这只精灵的 那你捕捉那只精灵的时候呢 是会有特别的标记在它的名字的右上角度的 那是可以吸引到稀有的寶可门的 例如呢 三神鸟的加勒异样子 那你猜不到三神鸟的加勒异样子呢 是会在今次这个散步小芬香一起登场的 就是慢慢都猜不到啊 那大家一定要留意的东西呢 三神鸟遇到的基率都不是很高的 那我今天都已经启用了散步小芬香 是没有遇到任何一只加勒异的三神鸟的 还有特别一点要留意呢 就是三神鸟的捕捉基率是超低的 只有0.3%而已 那一千分之三的基率才会捉到 这只三神鸟的加勒异样子 那还有它的逃走基率都很高的 是90% 那散步小芬香启用15分钟 来捉到的寶可梦呢 将会有回顾可以看到 你自己所捉到的寶可梦的 那每一次分享完了呢 就会有个野弹出来 就回顾你捉到的寶可梦 你都可以分享去社交平台 可以储存在你的手机里 那我今天就是捉到那么多的精灵了 那都算是一般的 那都是提醒一下大家了 一天只有一个而已 用完就会在背包里移除 第二天就会回复了 那大家对散步小芬香有什么看法呢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新道具来的 因为起码是免费 不用达成任何任务 但唯一的缺点就是要走路先 可以吸引到精灵 这个就可能比较少少麻烦了 那大家对散步小芬香有什么看法呢 那就可以留言分享下你的意见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由下个按赞订阅我的频道 按小铃铛 就可以收到更多Pokemon GO的最新资讯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